在外企工作多年 渐渐适应了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状态 跑步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调整生活节奏的方式 从隔壁赛回来以后 当时四天三夜的拼搏了场景 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跑步是一项哲学的运动 它让我思考生活 思考人生 所以我乐此不彼 我跌倒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劝我放弃 但我选择了坚持 在别人休息的时候 我选择前行 爱家庭 爱生活 有陪伴 才能跑得更远 江南台 可以没有冠军 但是不能没有多关心 我想用我的话笔 去记录当时精彩的每一个瞬间 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歌十歌十一两年走来 步履攀伞 一路风雨 从未退缩 带着目标 怀着梦想 走上戈壁的战场 我们追逐的是结果 享受的是过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